你做什么呀 你去哪儿了 怎么那么半天才回来 肚子饿不 你想吃什么 我可以去给你买 老司药 不用 你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你不开心呢 我怎么不开心 没事 我就是最近点累了 大总抬过回来以后 一件事接着一件事 我感觉就没听见了 不过我看着你以后就开心 你 可他是你 是不是咱们俩的事情 你爸又给你施压了 没有啊 你别想着急你不行 能不能别想着急 我能不担心吗 还没钱呢 公司的员工试用七十一年 我现在还没到 我可不想搞特殊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之前你可是哭着喊着 让我给你转转 现在怎么突然就成了公事公办了 因为之前我是你的员工 做任何事情 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考虑了 但是现在我是你的女朋友 做每一个决定之前 我都会为我们俩考虑 尤其是你姐和陈哲的事情 闹得公司谣言四起的 我觉得我们得低调 我可不想把你推到封口浪尖上去 行 反正是早晚的事 晚上我陪你去吃一件礼服好吗 然后我们再去吃饭 你陪我去吃礼服 又没什么活动 为什么要吃礼服 思雨啊 你你的这份嘉宾名单啊 我看了 基本没什么问题 但我怎么没有看到 林美雅的名字 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而且她也是欧式集团的员工 正好一起参与一下吧 我也好当面向她表示感谢 她那天有事 所以来不了 好吧 好吧 徐思雨没有邀请你吗 没有请我去哪儿 就是这周六 她爸有个什么慈善 什么基金发布会 可能会有 我让她清楚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那种地方不适合我 思雨她最了解我了 她知道我不喜欢那种地方 她一定是把什么都替我想好了 所以才没告诉我 可是我想让你派我进去 可是我真的不想去 好 好 这么说定了啊 不许反悔啊 必须去 就好 我可以拍照 你还会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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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乌鸡 你很久地浪迟 我真的想一看 我都知道 我已经拍照了 我都知道 我记得了 你还会拍照 我记得了 好 我有心事 自从你回来办公室 你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你到底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黎一东的公司 最近出现了点问题 他想借助我欧帅的力量 我想帮他一把 但是我爸觉得 原本提出的合作协议 提出了非常可可的要求 可可到 黎一东根本不可能接受我 然后呢 然后我爸就带我去了 他创业初期工作的地方 他跟我说 当年没有任何人在帮他 他那种今天的成就 全是他一点一点拼出来 他还跟我说 如果他像我现在 这么感情用事 那他今天 就不会做成这样 那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黎一东说 因为我觉得 毕竟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而且从小到大 他一直在帮我 虽然我很反对我爸的想法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他 就因为这件事啊 放轻松 真的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放轻松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它很简单 无非呢 就是两个结果 第一 小黎叔他答应你爸提出的要求 再或者呢 只有他放弃和欧视合作 先说第一种结果吧 如果他同意了你爸提出的要求 其他就说明 尽管黎氏的利润很单薄 但是成功的可能性依旧很大 你想啊 小黎叔他做事多谨慎啊 他不会盲目的就同意你爸提出要求的 那第二个 黎家风风雨雨的经营了几十年 从无到有变成现在这么大的规模 在这期间 他们经历了多少风雨坎坷 肯定是我们都不能想象的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我听着呢 说到哪儿了刚才 坎坷 对对对坎坷 所以我相信小黎叔 我相信小黎叔 即便你们欧视不出手 他也一定可以渡过难关了 而且呢 无论这件事情是什么结果 我都相信小黎叔他不会怪罪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有没有决定权 你只是传达你爸的决定而已啊 你跟小黎叔是好朋友 朋友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相待 所以你千万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无论结果是什么样 只要你坦诚相待 小黎叔都不会怪你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 没想到你还挺了解李东的啊 怎么了 嗯 你吃醋了 你吃醋 你就是吃醋了 你转过来你让我看看 本来嘛 你凭什么那么了解他 你那么爱我 没臭名啊 你别瞎想了 小黎叔啊 他跟我爸都认识几十年了 我们家大排档 在他们家小饭店对面 所以我们以后还是不要瞎想 那你也不能能了解他 你听见没 嗯 今天的橙汁和味得好好 好 干杯 小瓶 昨三天又四天 昨天呢 昨天就等又等了 昨天了 请不要押我们来做运动 站一圈 别站一圈 串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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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 慢点 走 走吧 到了 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 送你回家呀 好啊 那我先回去了 对了 我这两天有事不在公司 你直接去上班不用管我 什么事啊 你一天都不来公司吗 反正就有事了 你回去吧 我看秦家再走 那我走了 就这么走了 走 喂 我拜託你件事 後天 能不能把 全部的時間都借給我 什麼事情啊 一本正經的 後天你就知道了 總之對我來說 是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神神秘秘的 好吧 没问题 谢了 兄弟 还有事吗 没事挂了